大家好,又回到Watcher You Say的系列 這段影片希望跟大家談一個哲學問題 關於Q-Ling和Letting Die的分別 甚麼是Q-Ling和Letting Die? 中文是殺人和見死不救 我們似乎都有一個道德直覺 我們會覺得Q-Ling,即是殺人,是道德上嚴重過有問題的見死不救 就這樣說好像很抽象 其實我們回想一下我們日常生活的直覺 都有這樣的直覺 就是我們想想,如果我告訴你 有個人殺了人,你覺得他當然是犯下一件韜天大罪 但如果我告訴你,那天我在馬路上 看到有個小孩被車撞死了 撞到閹閹一息,但我沒有救到他 你都會覺得他有些問題 但似乎他的問題,比我們剛才第一個殺人兇手 不會那麼有問題 其實你想想,我們的法律制度 都甚至乎有一種endorse 了這種道德直覺 就是我們的法律制度入面 謀殺是一件很嚴重的罪行 但似乎我們的法律沒有一條罪是見死不救 這件事就好像顯示在法律來說 見死不救都是比謀殺好 要去展述這個不對稱的直覺 在哲學上都有很多出名的例子 例如有一個例子,就是一個醫院的例子 大家想想,醫院裏面有五個垂死的病人 他剛好等著心肝皮肺腎去救這五個人 這個時候剛好,這隻熊人又在醫院經過了 他逛逛逛逛 醫生見到他,他的健康情況很好 那麼健壯,他就想 不如我殺了這個熊人 拿了他的心肝皮肺腎去救那五個病人 現在我問你,如果醫生真的這樣做的話 你覺得他有沒有做錯? 我猜大部分人的直覺都會覺得 醫生不應該這樣做 甚至如果他這樣做了,是道德上有問題的 他是不可以殺了一個人去救他五個病人 如果我們有這個直覺,覺得他不可以這樣做的話 就印證了見死不救和殺人 是兩個不對稱的狀況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你想想,如果醫生選擇不殺人的話 他就是令到他那五個病人沒得救 他做的就是letting five dice 令到那五個人死了 但如果他做定的選擇 就是他殺了這隻熊人,救了他五個病人 那他的選擇,其實他的本質是什麼? 如果你這樣看數字來說 殺一個救了五個,當然是值得 但是為什麼我們仍然不覺得這樣是一個正確的選擇呢? 有些作家就覺得,要說明這兩個選擇上面的分別 必須要素諸於殺人和見死不救 在道德上面的分別 正正就是因為殺人是嚴重過有得的人死的 所以醫生就應該選擇有得的人死 而不是選擇去殺人 這就是一個很經典的例子 去說明殺人是有問題過有得的人死 剛才醫生的例子就是說 我們寧願見死不救 都不應該去隨便拿走別人的生命 這個道德直覺當然是一個直覺 我們要進一步說明 所以在哲學上 另一個工作就是解釋為什麼我們這個直覺 究竟是因為什麼理由 去使得我們覺得letting die 是沒有Q-0那麼大問題的呢? 這是哲學家其中一個任務 但我接下來就不想說這個任務 我反而想說另一個工作 就是有些哲學家會反對這個區分 他認為其實殺人和見死不救是沒有分別的 那些反對這個區分 反對這兩樣東西 有不平衡不對稱的想法的哲學家 有兩個很經典的例子 我這段影片就嘗試簡單說一下 這兩個很經典的思想實驗 我這段影片就嘗試簡單說一下 第一個經典的例子 就是James Rachel提出的 這個例子裡面是怎樣的呢? 在這個例子裡面 我是這隻熊人的表哥 不知道為什麼呢? 他的遺囑 就是他死了之後 我就可以繼承了他的遺產 或者拿了他的保險 所以我是一個很邪惡的人 我一直都侯著這個表弟熊人的身家 我一直都很想殺死他 有一天我就偷偷地 趁我的表弟洗澡的時候 就輸了進去浴室那裡 就等他洗澡的時候 一下子按住頭 你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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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他就死了 我就繼承了他的遺產 這個是第一個故事 第二個故事是什麼呢? 就是我是一模一樣的 我都是侯著這個表弟熊人的遺產 但是不知為什麼呢? 我鼠鼠鼠進入他的浴室的時候 就竟然發現我的表弟 不小心滑腳 哎呀!這樣 他又撞到頭 然後就自己放在他的浴缸那裡 那我去到就看到 他已經 黏黏一色了 他已經死了 自己浸了 於是乎 我就選擇不夠這個表弟 甚至乎會等 如果他不死得 從水面上起身 我會立刻按回他的頭 但結果就沒有了 他就直接在浴缸裡死了 我就看著我的表弟死了 那James Rachel 就問我們 究竟我第一個可能性 就是我自己主動按住他的頭 那個 跟第二個可能性 我看著他死 道德上有沒有分別呢? James Rachel 就覺得 在道德上 兩個個案子都是這麼邪惡的 他會覺得 兩個個案子的我 都是一個很邪惡的慾念 我是貪他的錢 我才想殺他 在慾念上是一樣的 兩個個案子裡面 我的行為的結果都是一樣 就是少了一條命 產生了某些痛苦 所以James Rachel 就會覺得 當我們發現這兩個個案子 是完全一樣的 所有情況下 是一模一樣的時候 唯一一個分別就是 第一個個案子的我 是殺了我的表弟 我殺了我的表弟 第二個情況 我是讓我的表弟死的 我任由他死 我見死不救 但是 這個分別 真的會導致兩個個案子 在道德上有分別嗎? James Rachel 就覺得 沒有分別 所以可以藉此說明 其實Kuling和Latting Die 是沒有分別的 James Rachel 這個思想實驗 這兩個個案子 建基於兩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兩個個案子唯一的分別 就是一個是Kuling 一個是Latting Die 第二件事 就是這兩個案子 在道德上是沒有分別的 顯示了Kuling和Latting Die 在道德上是沒有分別的 這就是James Rachel 一個很有名的 關於浴室女的表弟的一個案子 去說明這個區分 其實是不成立的 我們就講完James Rachel 的思想實驗 我再講一個思想實驗給大家聽 這個思想實驗 是一個叫做Michael Tooley的 的哲學家提出的 他跟James Rachel 的目的都一樣 都是想說明 其實Kuling和Latting Die 在道德上是不相關的 這個思想實驗是怎樣 就是你幻想你一天 遇到一個機器 這個機器很古怪 它裡面困住了一個叫Mary的人 一個叫Jones的人 這個機器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它外面有一個按鈕 你可以選擇按還是不按 如果你不按的話 那部古怪機器 by default 就會殺死Mary 他就會死 而Jones就可以走出來 他就相安無事 這個就是不按的結果 就是Mary會死了 Jones會沒事 如果你按那顆按鈕的話 那部機器會怎樣呢 就反過來 就是Jones會死了 然後Mary會相安無事 走出來 而這個時候Michael Tooley就問你 究竟這兩個選擇 按還是不按 在道德上有沒有分別呢 究竟Killing和Letting Die這個區分 有沒有幫助我們去抉擇 你按還是不按呢 Michael Tooley就覺得是沒有的 所以如果用Killing和Letting Die的語言 Reformule 你一次按和不按 這兩個選擇 分別是什麼呢 第一個選擇就是Letting One Die 就是Mary 你有去死 第二個選擇就是殺了Jones Kill Jones 如果Killing和Letting Die這個區分 在道德上真的相關的話 Toolie就會覺得 其實你更多的理由 應該去不按按鈕 因為你不按按鈕 你只是見死不救 但你按了按鈕 你就是殺了Jones 但問題是什麼呢 問題就是Michael Tooley覺得 其實這個真是一個好的理由 說明我們按還是不按呢 當然他的預設就是Mary和Jones 是兩個一模一樣的人 其實如果所有東西是Eco的話 你遇到一個這樣的機器 根本就沒有一個道德上相關的理由 可以使得某一邊情重一點 既然是這樣 就應該給命運 給運氣去做決定 Toolie會覺得更加合理的做法 就是你摘公子 都是不知為何被人擺了一部這樣的機器 你不應該給他們5050 有一個機會出來或者死去決定 你按還是不按 所以Michael Tooley只是反對這種說法 覺得你應該不按這種說法 根本就沒有所謂應該不按 但他亦都不是覺得你應該按 因為其實你按不按 在道德上是沒有任何分別的 好了 簡單地介紹完兩個經典的例子 去反對Killing和Letting Die的區分 不知道各位室友聽完 會不會有些動搖呢 究竟其實殺人 會不會跟死不救在道德上是一樣的呢 如果你仍然有一個這樣的直覺 就是不一樣的 那你又可以怎樣回應一下 這兩個思想實驗 這兩個這麼經典的反例 歡迎各位留言告訴我 你究竟會怎樣反對這個例子 還是你認同他們兩個 其實Killing和Letting Die真的沒有分別呢 我們下支影片再講一些有趣的思想實驗 拜拜